字幕志愿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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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提过 字愿医保有和市面上 其他医保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自动续保 这是其中一个分别 整体来说 字愿医保的好处不好处或特色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隐身的会不会 它开始要申报的多些 是怎样比较的 和其他医保账民 其实申报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不过我们现在将那个申报的问卷 标准化 就是你和每一间保险公司买的自动医保 都是问同一类问题 你回答的当然是基于自己的情况回答 你觉得这个透明度提高了 消费者投保的时候 多了一个概念 究竟要回答些什么 日后会少些争论 那自动医保是好还是不好 那就是百货应百客 看看你自己的需要 现在我们自动医保主要分两类 一种是一个标准计划 是一个基本的 现在我们这个通常是分不同的 保障的范畴 譬如可能住房每天是七百五的赔偿 然后有手术费 有手术室费 有麻丝费 有些分开行 但是有些的自动医保 甚至可以做到 有一个叫灵活计划 因为可能有人说 七百五十元 老实实 现在没有什么 哪间私家医院是收到七百五十元的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叫灵活计划 灵活计划 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市面 常说的top up 你就可以在基本计划 标准上面 再加一些额外的项目上去 或者加大个保额 那现在的灵活计划 有些去到 已经不是跟每一项的小项赔偿 我们叫高端医疗 可以是成章 你譬如入院之后的所有的洗费 用一个总数去计划 那这些都是自愿医保里面 其中一些的特色 那我都想提一提消费者 因为自愿医保 现在其实讲的基本计划 那个标准计划750元 是我们当年 大家2019年之前讨论的结果 那当年可能大家 为什么认得这么低 因为当时也有记者朋友说 为什么认得比较低 因为当时已经不太够 但是我们都觉得 因为要给一个基本的入场费 因为市民的负担能力不同 那如果你把保额认得太高 保费自然不高 那会令到一些市民可能会却保 享受不到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 所以我们那时候定一个 比较相宜的level 就是希望入场的机会大一点 所以我们都觉得 现在你看到的 市面其实卖的标准计划很少 比10%的 大部分都是卖灵活计划 因为是有这样的医疗需要 对我们要提供的标准 而且您的资料 也就是保费 能达到医疗 而并没有生命的 ,我们可以看 医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